各位媒體朋友們 大家午安 謝謝大家來參加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今天記者會由指揮官來親自主持 我們先請指揮官來為大家報告最新的停電情形 各位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今天來跟大家報告一下確定停電的案例 兩例是動物入侵造成停電 另外兩例是我們的設備部長 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大環境的影響 鳥都開始竹草 所以有兩例是因為鳥竹草造成停電事件 一起是在內湖 有3000多戶停電 另外還有一起 不知道是誰又騙著神明 又拔高雄去 所以高雄鳳山區因為打雷造成避雷氣不良 引起小玩鹿跳多 以至於1516戶停電 最後新店安坑 因為線路故障導致潰陷跳脫 5000多戶停電 在這邊還是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對不起 對不起 部長這麼頻繁 我們一定會盡力把它克服 我回光想問一下 你怎麼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要你不要再烏鴉嘴 並且還要你懺悔 對 我們是真的是應該要懺悔 我還是在這邊呼籲那麼多小動物 真的不要衝到我們電力設備 然後很多後來的人都會介紹 那其實我也是愛護動物 在這邊為這些小動物默愛 希望牠們會安心 那一直停電到底是誰的錯啊 是不是阿公的陰謀 這個問題很複雜齁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千錯萬錯都不會是我們 蔡總統跟蘇貞昌院長的錯 都都是小動物的錯 那我們也採取了緊急應變措施 因為太多動物 想要當會發電的老鼠皮卡丘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在嚴禮 向全國進播皮卡丘的 當然我們也不排除這些動物 是受到了別人的控制 就像白雪公主 有具備跟動物溝通的能力 我們當然不排除對岸 有一些特異功能人士 他有操控動物的能力 攻擊我們的電力設備 這部分我們已經請國安單位 您進去 你停電都沒有人要負責嗎? 你是哪一台的? 你這個中文用詞表達要精準一點 我們不是停電 是暫時供電不穩 就像我們沒有走私 是超買 沒有網軍 是小編 不是雙標 是時空環境不同 不是蓋牌 是仙牌 那個中文教育真的不能等 你這樣的問法 我想不是一個健康的態度 我已經說過了 我負責 這件事到此為止 停電! 怎麼停電? 怎麼停電? 又是哪一個動物? 又是哪一個動物?